大家好,这里是群星会,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可以大家分享的是女明星叶欢的故事 女明星叶欢在她23岁时推出手装专辑因为爱你因此爆红 长达近十年的歌手生涯唱了众多快智人口的歌曲 比如几多深情几多愁,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等 与王杰对唱的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更成为经典男女情歌 后来转战电视剧,独特冷艳却带亲和力的气质使她人气长轰不坠 主演的八点档《颜田儿女》《浪淘沙》都让她入围金钟奖女主角,演技备受肯定 所以说,叶欢是娱乐圈中少有的在影视、戏剧、歌曲方面都发展成功的艺人 金曲、金钟、金马三金都入围过 但在当红之际,她却受恐慌症、忧郁症所苦 十多年前受洗成为基督教徒后才摆脱阴霾,战胜自己的软弱 正想看待任何事 叶欢自从2017年拍完明师八点戏剧《春花望路》后 从荧幕前消失长达六年 她后来一人住在山上,每天深夜使衣食入睡,作息极为正常 起来有一天,在家中时突然晕眩,整个人摔在地上,想起身都做不到 最后在邻居的帮忙下瓜急诊,才充公捡回一条命 叶欢先有余计地说 还好摔到当下没有撞到头部 但她当时真的爬不起来,像小狗一样趴着,反应也呆呆的 事后到医院检查也找不出病因,但她觉得是一个警讯 体验生死于瞬间的叶欢,自从那次晕眩后,特别注意自己的身体状态 通过控制饮食,适量运动,让自己保持健康 六年没眼八点档,叶欢没闲着 她常年独居山上,除了忙教会的事,还参与公益活动 陪偏向孩子学习音乐,从中获得学习机会 说到挫折感,她叹言,体力,时间不够,是最大的问题 由于每次的音乐营为全天活动,晚上她还得参与开会 累得她睡前必须洗热水澡,促进血循环,消除疲劳 但过烫的热水,让她身上有如退掉一层皮,油脂也没了 她笑说,哇,身上好痒好痒 我就像那猴子一样,不停地抓,过了两个月才好 因为年龄的增加,叶欢的体力大不如从前 在2022年5月22日,叶欢加入黄金岁月,演出透露近况 她也演体力大不如前,光是连续参与公益活动五六天 急累地回家许躺一个礼拜 即使体力大不如前,叶欢仍乐在其中 直言,妈妈三年前过世,如今自己成了无父母,无家庭 无男友的三无独居淑女 但已有信仰,驱使她有动力做更多事 看到偏乡孩子从两年前的紧张无措,到现在的落落大方 她说,我没有孩子,但那一刻,真心觉得我像孩子的妈妈一样 有好大的满足感 她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两个生命相互碰触 成为彼此记忆中一块美好的印记 时隔六年,叶欢此次加入明世黄金岁月 为了角色,还特地剪了超段头发 见到熟悉的老朋友,她喜笑颜开 眼前都是过去拍戏时的儿子,女儿 一进摄影棚,众人都叫她妈妈 开心自称,现况就是儿孙蛮堂 叶欢回归八点档,她分享近况 表示,即使至今仍未婚,但生活充实,忙碌,半点不得闲 表示,这些年来持续进行 Alo爱乐府关怀协会相关活动 到偏向地区陪小孩学音乐 像乌克莉莉,钢琴,木箱等乐器 团队人员各司其职交孩子们 自己择交木箱 每次都收获满满 尤其看到孩子们年年有所成长 也许只是一点点进步 也能从孩子身上看到未来的无限希望 心灵相当满足 叶欢不仅对小孩子十分有爱心 对自己的后辈也是爱惜不已 此次在《黄金岁月》中饰演叶欢女儿的林雨轩 是首次加入明示八点档 她表示,一直以来都演苦情角色 这回逆临隐大学生,叹言有点害羞 于是每天勤于保养 设法让自己看起来年纪小 最开心是碰到实力派演员叶欢,罗巧伦 形容幸运能遇到两位天使演员 尤其第一场戏,叶欢就给足了母女之间的情绪 搭档很感谢她的毫不保留 她也透露,私底下叶欢会在休息时唱歌 很幸运听到 而跟罗巧伦的戏是很有压迫感 但她本人非常善良亲切 两人也会分享聊起言反派 收过最报效的留言经验 不过,事业有成的叶欢 在感情上却没有得到一份满分的答卷 外星亮眼的叶欢 最轰动的情势即是秦蝉李罗与王石贤 叶欢在1998年拍《炎天儿女》 结缘李罗,两人陷入热恋 传出四下穿情礼装约会 当场被民众火歹 两人分手后,叶欢与李罗的兄弟王石贤擦出爱火 爆出情通手足的两男因叶欢种下心结的传言 后来,有制作单位有意邀邀请王石贤 来节目与李罗宾室误会 但王石贤却挽聚邀请 而让李罗相当失望 李罗表示 若能跟石贤和好 即使让我退出演艺圈也在所不惜 但王石贤闻讯后却说 他根本不用在意,是李罗想太多了 后来,演艺圈便传出 王石贤拒绝上节目 是因为他现任女友叶欢 曾是李罗的旧爱 为了怕见面尴尬 所以才干脆借骨不上节目 不过对此传言 李罗低调表示 愿意衷心祝福他们 有钱人终成眷属 而王石贤则大方认为 每个人都有过去 只要你能够对你现在的行为负责就行了 其他并不重要 在节目中 李罗谈到当年好兄弟王石贤 因一场误会形同陌路 让他不禁红了眼眶 电视机前的观众 也被他的真情流露 感动不已 原本王石贤是抱得美人归的 不过最后不管是李罗 还是王石贤 都没有和叶欢走到最后 和叶欢分手后的王石贤 请订圈外女友王丽云 并与2004年结婚 叶欢则保持单身 56岁仍没有走入婚姻 其实 叶欢一直以来 凭借细腻的演技 伸手观众喜爱 虽然已经有了年纪 但是保养相当好 动灵脸蛋与苗她身材 完全看不出年过50岁 也要许多人相当好奇 为什么不走入婚姻 她坦言 现在五十几岁 常常被催婚 身边的友人也几乎都有家庭 但是她认为 顺其自然就好 不想花费力气去找另一半 且因为自己深信基督教 也希望对方有着相同的信仰 若信仰与个性相投 也许会动念头 强调 没有不婚主义 只是姻缘是交给上帝安排 所以才会单身至今 曾有一次 因为她撞到头倒地不起 身边却没有人 她只好打给邻居求救 但是觉得很心酸 有一股 如果有人陪在旁就好了的感觉 单身的她现在生活过得很惬意 拍完八点档春花望路 终于有时间好好休息 平常就是去上课 教会服务与照顾妈妈 觉得单身也可以过得很好 叹言 我在享受别人现在享受不到的 很多朋友被孩子 老公气得要死 我也过得很好啊 现在不是没人追 但我还没有遇到适合的 不过 维持脸蛋与身材 她有花族心思 如果有需要时 就会去做美容捡捡灵 但好夫子 则感谢母亲的遗传 让许多粉丝都超级羡慕 对于感情十分冷静的叶欢 不刻意地去认识新朋友 就是自然地过自己的生活 同时也谈成 有小12岁的男生追她 似乎是有了恋爱的苗头 叶欢套路 曾有一个黄金单身汉让她心动 外表高大帅气 信仰也相同 让她尘封已久的心小路乱撞 但内心却感到有点不安 后来从朋友口中 探知对方底细 我都预备好了 一听 好险 立刻hold my house 另外也曾有男性 狂追她 让叶欢吓到 因为万一我没有办法 帮她生个小老鼠出来 怎么办 还是快逃 可见 叶欢并非恋爱脑 她知道 爱情无法克服一切 南方现在说不建议 南方几年后 还是不建议 所以最后 叶欢之的爱情的小火苗 还是熄灭了 虽然自己一生是未婚无子 但她在春花望路中 饰演陈千文的妈妈 戏外也和对方培养出 如母子般的感情 千文是个很关心别人的好孩子 一向把家庭摆得第一位 让人感到好温暖 有次 叶欢开车遇到麻烦打给她 陈千文马上买来水果礼盒 向对方道歉 让她十分窝心 陈千文在发现亚洲好音乐 节目中大展歌后 叶欢也带着蛋糕 来到现场为她加油 让她感动说 平时就曾品尝过 欢姐亲手做的料理跟鸡汤 她是歌手出身 是歌坛的大前辈 我最喜欢她的歌就是 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和放你的真心在我手心 常在KTV点来唱 而说到 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是叶欢在当年与王杰合唱的一首 家喻户晓的经典名曲 许多大咖歌手 像是蔡依林 五月天等人都还翻唱过 叶欢知道自己合唱名曲 至今仍受欢迎 高兴地说 虽然没有听过他们唱的 但我们的版本会更有味道 只不过 她与王杰两人久违联络 根据媒体报道 王杰曾有要她一起合唱 不过因为她忙着拍戏 只好忍痛拒绝 虽然没有婚姻和恋爱对象 但叶欢珍惜身边亲人和朋友 一样可以享受温馨 温暖的情谊 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 虽然孤独 但并不寂寞 强大的女人才有能力选择这样的人生 这意味着 她们会靠自己担起人生责任 经济上自己自足 心灵上也不畏寂寞 叶欢坦言 我还不够好吧 又很宅 不是妈妈家就是教会 认识人的触角很难延伸 她说现在 常常会去孤儿院陪孩子们玩 生活很自在 虽然一度因忧郁而陷入低潮 直到受洗为基督教徒 让她摆脱阴霾 她说 现在的生活 就是我人生最高峰 如今 叶欢已经重新回到演艺圈 期待未来 她会给我们带来精彩的作品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祝你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期待哦